《与司兵清对谈》 今次我们讲一个财经问题 新股热潮很厉害 马亚金服、龙虎山泉、百姓中国都排队 吸的资金相当之多 所以有些人就说 为何港元那么强势 就是因为股市兴旺 施生,印象中你是不是说你不买新股 我一般情况下不喜欢抽新股 为何呢 新股是未经过市场考验 包装好 通常上市之前 都会将至少塗粉 扮一下漂亮才上市 我未必有智慧看得穿 最好就比市场更多人买卖过 譬如经过一年半载 股份真正值什么价钱呢 就在市场经过考验 你就不会差太远 就是买错新股的机会 我认为是比买错旧股 旧股有众多市场的参与者 去较量过 所以它得出来的价钱是市价 等于新楼二手楼 买一间太古城的单位 你不会距离市价很远 但如果有新盘开盘 一买错 可能差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都不奇怪 所以我宁愿买二手股 这个是我自命 没有这样的能耐 当然有些人是很聪明的 他就买了 一般人就觉得 新股就很容易中 那么多人用 那么多人抽 抽中就发 哪里轮到你发 你抽到鸡碎那么多 你买得多少新股 你买新股是没有发达的 买到一手半手 就赚多少钱 所以我自己就不抽新股 尤其是抽中多几次之后 你就失去判断力 你以为逢抽必中 失去判断力 是的 一般人是用后果来决定 之前有没有错 那么多人抽抽中的时候 赚到一些 你就觉得抽都中 我相信今年大部分抽都赚 大部分抽都赚 就个个去抽 你以为他真的看招股书吗 他只知道他叫新股 就是以前做DOTCOM的时候 有DOTCOM就可以去抽 但是实际上那些股票 以前DOTCOM时代 有多少个是有真正科技的内容 都不是 你讲到科技内容 我想问一下 除了投资港股 其实外面也有很多投资机会 但是香港股票 近年给人的感觉 一来的行业 或者公司的类别 都比较单一 很多都是来自内地 现在我相信内地公司的市值 占了大部分 你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都不只是来自纽约 一个地方要做国际金融中心 你先做本国的金融中心 所以香港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地位巩固之后 是有助于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不过以前大陆落后 亦都没有民企 亦都没有上市 所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就以本地的公司为主 当时是地产股 或者几间英资洋行做难酬 现在其实已经是 越来越多中国的公司 借助香港上市 这是最近的情况 香港本身 这样的经济规模 不可能做到一个很大的股市 其实我的问题是想问 因为近年这个情况 你看到股票的质数 或者公司的时候 以前多数都是面对本地公司 现在面对内地公司 你怎样去看他们的发展潜力 当然 但是内地公司的市场大很多 我自己接触内地的企业家 很老实 给香港大部分的企业家 愿景要云伟 视野要开阔 谋略 都差紧几皮 有一个说法 在中国做得最大的公司 基本上可以说 在世界上都已经是最大的了 所以内地的公司 在香港扮演一个大一点的角色 是必然的现象 有些人说 不要给大陆公司来上市 如果你这种态度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都不会很有价值 一定是 香港一定是很多内地公司来上市 这段时间是因为美国放了一些声器 可能会将一些大陆的公司 不符合它标准的 可能去撤销它在美国的上市地位 所以有些公司 在美国来香港第二次上市 有些公司本来去美国的 改来香港上市 这是短期的一个现象 将来可以做得好些的话 如果你是真正国际金融中心 你应该是有外国的公司 都来香港上市 现在来香港上市的外国公司 是相对少的 之前好像俄女上市 好像上市 又被人抵制 也有些 也有些 有些是大间 其他的外国公司 也有些 不过我免得说名 有些做皮箱的也有 规模少 有些是做化妆品 明白 都有 但是比例不多 如果你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你应该很多公司去香港上市 现在香港还要靠外国的资金来投资 其实在中国这二十多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 中国自己积累的资金也不少 如果你是譬如对西方限制中国的资金去投资 或者中国去了投资的 遇到一些挫折 那些资金没有出路 会可能更多过来香港投资 如果中国有些资金来香港投资的话 来香港外国公司 发觉可以在香港窄到资 都可能将来 多些海外公司来香港上市 这一次你看多了大陆公司来香港上市 都令到港元汇率强了 为什么汇率会强呢 因为你要在香港买 香港股票要用港元买 要用港元买 要用港元买 他就要先唱港元 要唱港元的时候 港元的需求大 港元的汇率会升 所以金管局有时都要出来平衡一下 好 好 谢谢施先生 今天我们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decía 我wb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